你不想再照顧我 夫君 你把我帶上去, 好不好? 你是不是怕我連累了你 你不想再照顧我? 不是, 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話 你和我們一起上路 我, 我不怕辛苦 好, 你休息一下 不要 我見你, 夠開心 我想 再和你拍一張照顧我 我怕 如果我一刻迷上眼 我就以後不可以再見到你 好, 那我們聽天歌 你先發出去 夫君 好, 你說些 關於晉哥的事 給我聽聽好不好 好, 晉哥位於中原的深重地帶 是 而且在現在這個季節 晉哥只是桃花成岸 柳樹飄向 是嗎 所以當年 我和君父在余法院 好, 你的免花的男人 你和君子大人 你今天也說得很高興 不過這種一節 現在, 也不會再出現 夫君, 你不再說了 到天亮了, 你已經累了 不如先睡一會吧 我想再去外面 你想去哪裡 好了, 這次我跟你們去重園 之後, 我都沒有機會再重返故鄉 夫君, 麻煩你帶我出去 再一次 春元有沒有下雪的 有, 不過不是蛇 夫君, 你喜不喜歡雪景 我喜歡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看雪的 當時我娘還在世 我還要求她帶我上雪 雖然她現在不在 但幸好還有你陪我上雪 你沒事吧 沒事 我扶你去哪兒 坐下 怎麼樣?好一點嗎? 我臉色是不是很差? 不是, 很好 你不要騙我 你不用騙我 一個誰死的人 臉色又會好得去哪兒 介先生所說的話 我完全聽到了 我完全聽到了 你不用難過 夫君 我不想在我臨死的時候 都留一個壞的印象給你 你可不可以幫我梳頭 你可不可以幫我梳頭 我臨死的 乖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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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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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主公現在心情這麼困難 我們暫時還是不要打擾他 不如我們回去吧 讓主公陪多季外公處一陣 好 主公 主公 節哀順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公 喝一口熱湯 暖身成 來吧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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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戒先生 墨薄好藥 先為主公喝點熱湯 主公 主公 醒了 主公 你沒事吧? 我沒事 主公 你要保重身體 你要保重身體 公主他英靈不遠 如果讓他看見你這個樣子 他也不會安心的 是呀 我們還要趕回晉國 為先君奔喪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扶主公回營休息 讓主公恢復體力 才趕路 主公 父親 慢慢 三位對松義的恩殿 就算松義憤身碎骨 都難以回報 請受松義一拜 主公 我們受不起 是呀, 主公 三位正義 四位正義 其實這些 只是我一個人的痛苦 要連累大家 實在是曹爾的罪過 主公的心情 我們能了解到 主公不必自救 主公 你不喝不吃 跪在一整天 現在你的身子很虛弱 不如回營爐休息一下 是呀 不必 我擔憂了不少時間 我們馬上起程趕路 好 好 好 來, 主公, 前面就是蒲城了 我知道 佳先生, 你知不知道蒲城 是主公的風地嗎 不如這樣, 我們去前面 休息一會兒, 然後再上路 水湯湯湯湯 如果現在有酒就好了, 是不是 這條山路一直是無人的 為甚麼今天突然多了這麼多人 參見師公子, 參見大王 原來是你們, 起來… 大王… 大王, 我們只要二公子為人孝義 一定會回來奔喪 所以我們在這裡等了幾天 帶備點水酒和水果慰勞你們 我剛剛才說沒酒喝 你們馬上拿來, 認真及時 既然大家如此盛情 從以卻之不恭 是呀, 二公子 是, 酒真好 為甚麼你們個個都 穿得像獵戶耕田佬似的 我明白了 你們故意扮成這樣 準備掩人耳目做一單買賣 不要搞這種事了 你誤會了, 大王 至少你跟隨了二公子之後 我們全部已經改邪歸正做好人了 是呀, 我們沒有做賊了 真的沒有做賊? 是呀, 那就好了 那真是恭喜各位了 主公, 我有一件事很不明白 甚麼事? 既然魏囚的舊部 都肯結業歸符 為甚麼你不肯讓他們 追隨我們呢? 這次我們回去 是為了奔索, 不是勤亡 但是這麼多兵馬會引起注意 有幾個不敵勇士已經足夠了 對 等一下 你吃了呀 來…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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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住手 主公, 走哪條路 一條大路, 一條小路 小路看來可能有點空點 這樣吧, 全都安全, 我們就走大路 別走這條路 華盈 華盈, 你怎麼會在呢 姑娘, 請問我們怎麼不可以走那條路 那條路通往大海, 是死路一條 那那邊呢 這條路也是死路 這條路是通上山, 山的嶺比懸崖 根本無路可逃 兩條都死路, 那我們怎麼做 山上有一個樹林, 或者還有一線生機 主公, 那怎麼辦 那我們上山吧 守 那邊呢 那邊呢 你怎麼做啦 那邊呢 是嗎 你怎麼做呢 那邊呢 是嗎 那邊呢 快走 來, 爹 主公 主公, 巡兵已經全部退守山下 不敢再攻上山了 好 公主設計陷阱果然奏效 現在只是暫時避開一場兵 你根本沒逃過大難 所以不需要感激我 我們年輕人看過了 全部都是懸崖超兵 主公, 我們無路可逃了 原來當日我們卜誓與見的空卦 就是這場災劫 既然是天意 唯有聽天由命 混帳 明知松義走了上山 為甚麼不攻上山 好 主帥, 公孫之曾經大兵攻上山林 但是我們很多士兵都中了陷阱 四相不及其數 好 主帥, 軍隊進了樹林 四面受敵 很容易中了蠻鳳 我們不如派兵炎手三腳 山上無水無涼 從而雖然不死在我的見下 而度為餓死於山上 好, 馬上給我傳令下去 炎手三腳不得酒樓半角 是 天地這麼靈, 你穿這麼薄的衣服 很容易動到 你的好意, 我心靈 我很感謝你, 這麼遠都來救我 你別誤會, 我來救你 看上次你幫我擋了一槍 現在恩斷而絕, 覺不相限 我知道, 我欠你很多 就算我粉身碎骨 也彌補不了我對你欠的一切 懷型愧不敢當 其實你上次走了之後 我的心一直都很不安心 你心裡還有我嗎? 我以為你心裡只有你一位夫人 你不要再挖苦我了 其實我對你...不算 到這個時候, 我也不想再再介紹 別走 為甚麼你這次回盡國 不帶你去夫人同行 其實他一直在我身邊 他永遠都不會再離開我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事 你不怪我嗎? 我有點冷 我沒事 主公, 仁華要單獨見你 好, 我去見他 你小心, 他會對你逼利 你放心, 他始終都是我三弟 我不會有事 二哥, 你別來無恙吧? 三弟, 你曾經答應我 我不去巡港 現在出義反義 你這樣做法對得起巡港 對得起大肝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為了要得到進軍之位 你以為我這次回來 是跟你欠君主之位嗎? 你問你自己 這次我回來只為賓首, 別無他意 二哥, 你未免看得我太單純了 你真是不相信 為甚麼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我也無話可說 我再問你一句 你是不是真是虐驚神 是 我手上有三萬場兵 你入城必死 為了君父的修禮 從以死而無悔 好一句死而無悔 如果你要死 我一定成全你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射箭騎馬, 刀劍拳腳 我每樣都輸給你 甚至乎現在 連壞刑也輸了 可是我想這次我一定會贏你 一直以來 我根本沒跟你爭過任何東西 可是為甚麼你每樣都要贏我 出世都做我阿婆 我沒有好好的教導你 而令你做出邁國師兄的行為 我真是愧對君父, 愧對白宮 我說過, 只要你不踏入鋼城一步 我一定放過你 我們依然是兄弟 為兄死不足惜 我知道你抑鬱多年 經成一旦被你攻破 到時一定是血洗經成 二步多年之下 是, 一定會這樣做 三弟,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做 總之一切罪過又異過承擔 笑話, 是誰令我流亡西巡 是誰令我受盡凌辱 我以為一向有仇必報 只要我一殺入鋼城 我就會殺到他們一個偏家不留 二哥, 這杯水酒就當是我敬禮 你喝完這杯酒之後 如果你沿路回北敵的話 這杯就叫做恩情酒 可是如果你側迷不悟的話 這杯就是斷情酒 從此我們就恩斷情絕 以後我們再見面就不是兄弟 我也不會手下留情 好, 我就喝了這杯斷情酒 好, 自此之後, 兄弟情絕 好, 你自絕於人 自絕於你我之間 你就是從意了是不是 我們主帥 走你們三個時人之內 把人頭打到山上交給我們 要不然我們就放火燒山了 還有兩個時辰 或許可以想到辦法呢 對付我的人 是我自己親兄弟 我根本死不足勝 但是要連累你 我真是與神不忍 你別這麼說 可以跟你四在一起 上天也算對我不泊 好, 我曾經想過 把我的手給交給兒子 但是以他的為人 他一樣會放火燒山 就算你肯把我的手給交出來 我們也不會讓你這麼做 為甚麼我們兩兄弟 會弄得如斯地埔呢 你也無謂遮探 天無絕人之路 或者... 或者可以有辦法呢 我根本死了 戒先山渠一向祝志多謀 如果想到辦法的話 早就想到了 我流亡當外多年了 想不到連君父都不能敗祭 就已經名喪於此了 我們繼續喝一杯 預祝我們勝利, 喝 喝 啟稟主帥, 華盈公主求見 快請 是 公主 公主 華盈, 我真是你 來, 過來喝一杯, 我們慢慢長談 無謂假聲聲 我跟開門見山跟你說 我想你放在山上的人 原來你找我, 又是因為松義 是 你笑甚麼 我笑你傻 我之所以得不到你 完全是因為松義 可是現在你又為了松義來找我 我就更加要把他置諸死地 那你說我應不應該笑你傻好 你殺了松義, 你可以得償所願嗎 是 可是, 只要這個世間上 沒了松義這個人 我甚麼事都可以得到 包括你 你妄想 如果你專誠來找我 我會很高興 可是現在李維是為了松義 那你現在可以走 你怎麼會這樣放過他們 你怎麼會這樣放過他們 若我答應你的要求呢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說吧 若果我答應你成親 成親這麼大件事 你有沒有考慮清楚 不用考慮 你不用考慮, 那我一定要考慮 你… 來, 華盈 我們過去喝一杯酒, 慢慢長談 來 主公, 華盈公主呢 我剛才跟華盈公主去檢查陰政 誰知道她一去就去了整個時辰 我找到也找不到 讓我去找她 不需要了 她一定是找二人向她代我求情 在哪兒 我…我們就去回家吧 是呀, 回家 回家, 現在上面有山賊, 你走吧 有山賊就糟了 我家裡有百零多歲的娘 如果有山賊, 她死定了 我還可憐, 我爹眼睛瞎, 甚麼都看不到 冰大哥求求你, 冰我們回去救他吧 他求求你 要救的就自己去救, 不要在這裡吵 那我們自己救吧 救人要緊 冰大哥, 麻煩你 二公子 二公子 大王 二公子, 你怎麼會上來的 我們知道你有難嘛, 特地來救你們 是呀 你們兩個人, 怎麼救我們這麼多人 不錯, 我們兩個人救不了你們 可是我們帶了兩條繩子 是呀 就可以救你們了 糟了, 但華盈她 你放心吧, 華盈是西巡的公主 我看兒不敢留難她的 怎麼可以… 主公 我們再不走, 就會有危險 那公主就會陷於兩難之地 如果我們走得掉 公主就會無後顧之憂 到時候二嶺就不能再威脅公主 主公, 戒先生此言, 心有道理 我們應該留有用之處, 以圖後計 好 李華盈, 讓我喝一杯, 來 喝一杯, 喝呀, 喝 好酒量, 再喝一杯, 來 我們怎麼才能報告從爺他們 你不用這麼急 我還沒考慮清楚是不是跟你成親 我們再喝一杯再說 來, 喝… 喝呀, 喝 啟稟主 拿去, 別試了 華盈,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肯和我成親 甚麼事 如果你已經放了我曹義, 我行 可是如果我放了曹義 而你又不肯跟我承親 那我又怎麼樣 這個香蕉, 我自小放在身邊 我曾經跟君父說過, 交給將來副君 所以要君父見到我, 就會相信 是我親口答應 好, 由公孫將軍在這裡做證 看來你也不敢抵賴 可是如果我放走了松野兒 你又反悔, 那又怎麼樣 你又怎麼樣 賢, 你怎麼口想我睡覺 馬上跟我承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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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二五 你別做得太過分了 公孫將軍你何出此言 你也是親耳聽到 懷迎向我求親 我沒逼過他 我看不出你這個人這麼卑鄙 既然成人之為 你要松耳要邀氣我的公主 我不會怕你們這些西巡人 今天由我大兵, 就是由我做主帥 你敢膽冒犯於我 你也不要忘記 另一門苦在我手裡 我隨時去調走秦鞭, 來 高射長官, 我求求你放過松耳他們 松耳不讓他放 你竟敢殺死我的臭屋 我連你都敢殺了 爺爺 半個虎虎已經在我手上了 是不是要我放火燒山 走 還騙他出去 騙他 是 快點 懷迎, 現在是我們洞房花燭的好事實 你怎麼這麼不開心 其實我也不喜歡那些泛民浴節的事 我亦都不打算做 我要現在馬上東方 是不是要我親自動手 好在拖延自駕 算了… 你以為你是甚麼角色 天香萬人迷 不是, 我自己說過一句 說我一定要娶到你 所以我一定要娶到 但是現在我已經達成了目的 所以我也不會跟你成親 但是你要跟我下界於另一個人 誰 就是我的兒子, 阿瑜 公主 阿瑜 公主姐姐 公主姐姐是不是以後 不跟阿瑜玩了 阿瑜, 你放心 你放心, 公主姐姐 你一輩子都會陪你來 好啊 阿瑜 阿瑜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我十幾年來在秦國引玉苦中 就是等今天 今天我終於能夠吐氣楊榮 我為了我的公爺 為了我能夠成為 進國的國軍 我不惜作戰自己 還作戰他們母子 阿瑜 你以為我很想打自己 親生骨肉嗎 但是如果我不是這樣做 我怎麼會輕易 把他們偷運出秦國 現在我要你和阿瑜成親 就是要向你和你爹報復 因為西巡人不懂禮法 不同輩分 而通婚成為夫婦 天下壞 阿瑜, 我這樣報復法 比我還要向你成親人大 為甚麼會讓他走呢, 說 溪賓主帥 我已經在下山看過 發過穴衙有一條很長的繩子 垂子崖底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在那裡逃走的 我不管那麼多 馬上給我全力下去 一定要多追上松耳回來 是 這次真是謝謝兩位冒險相救 別這麼說, 你是我們大王的主公 只是我們的主公 是呀, 現在主公有難了 我們赴湯渡火也在所不辭了 好, 真是我們的好兄弟 主公, 那我們現在應該去哪兒了 戒先生, 依你所見 應該怎麼做呢 既然鹽吾帶了三萬巡兵進城 我們也要站備其風 在蒲城找個地方站住 然後再作打算 好, 那我們在蒲城站住 我想, 精神, 金青 我們也要到事 好的 我們現在我們在蒲城地上 也要找到 還是有福 好, 吸入 我們在蒲城帶我們 去哪兒 它就不是 來美女 公主姐姐, 床部收拾好了 上床… 你別過來 公主姐姐, 你幹甚麼 你再過來, 我自盡 公主姐姐, 你不用怕 你上床睡吧, 我在門口睡就行了 如果爹一來到, 我就和你一起來 如果爹不在, 我睡到門口就行了 公主姐姐, 將來有機會回到晉郭 我一定會放你走的 為甚麼騙你 因為公主姐姐對我好 所以我要保護公主姐姐 如果公主姐姐不想做我妻子 阿玉不會勉強的 娘說這樣叫仁義 阿玉, 姐姐謝謝你 阿玉, 我來帶你走的 阿玉 我已經剩下兩半夫婦 和你的香囊了 阿玉, 我不知怎麼感激你 阿玉, 我不知怎麼感激你 阿玉, 我不知怎麼感激你 阿玉, 阿玉 公主, 你拿著這個婦符去救公孫將軍 這樣就可以調動軍隊 對付延門的了 還有這個香囊 我給你回來 阿如, 你快去救他 他在裡面 快走 阿如… 公主, 我幫你無法 阿如 阿如, 為甚麼連自己的妻子都要殺 既然她是我妻子 就不應該幫外人 既然她背叛我 就應該要殺 啟稟主帥, 末竟已經帶兵追蹤 但是不見松耳的蹤影 馬上給我傳令下去 拔營起兵, 兵分三路攻打降石 阿如… 恩ете… 恩 恩 別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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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 來, 乾杯主公, 秦君已經供到城下 秦君數目多少?大約三萬 那秦君主帥是誰? 是三公子二五 老公 娘, 你找孩兒這麼急 到底甚麼事? 你先拿著 發生甚麼事? 你別說這麼多 你快去換平民衣服 然後跟這位公公 從後山逃走 那孩兒走, 娘你呢? 你先走一步, 我隨後就到了 你叫我默默言, 我去哪兒? 你們先反離容故居 等到戰亂平息 我們再作打算 那娘, 你保重, 孩兒先走了 行了, 你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今天照著各位到這兒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事了 黎姬一直勾結梁武 憑比為奸, 把刺朝政 而且殺死主公的 其實就是你們兩個 而且黎姬本身就是黎容 而我們津室 又怎能夠被黎容人來管治 沒錯, 沒錯 那你們大家 認為要怎麼做呢? 罷免是齊, 捉拿離機兩五 沒錯, 罷免是齊 捉拿離機兩五 然後我們大開城門 迎接而不回來做我們的主公 開城門… 新增地下城門… 放開, 洪格其英雄…